阿婆今天要去哪 今天帶你去生氣器小吃店 為什麼叫生氣器啊 因為你在等的時候啊 你會等到生氣器啊 我們去吃吃看走 阿婆 要拆廟餒喔 這裡這個廟好像要再蓋更大的廟喔 喔是喔 對啊 可是我比較關心的是 啊我們到底要去哪裡吃東西啊 我那個Google有一點欺騙我們 所以我們可能要稍微找一下啦 要去找一下是不是 對對對 應該找得到吧 呃希望找得到啦 好ok 阿婆 不是要吃生氣器麵館嗎 進家生氣器啦 喔 找不到啦 真的找不到 我找不到 那怎麼辦 還好 我有口袋名單的備案 所以我們來去吃阿芬麵館 走 小心 阿芬麵店 欸塁麵這麼大盤 還不知道價錢 等一下跟你說價錢 吃吃看它的豆干 豆干是滷味的精髓 有沒有滷進去就知道了 其實它那個孔洞應該是有滷進去的 那個孔隙還蠻大的 清香的那一種,不會很死鹹 不過你如果吃重味的阿 你可以沾個辣椒醬或是 豆瓣醬 因為它是那個油香的油香 它比較沒有那個鹹度跟甜度 不過我覺得還不錯 明顯 明顯味道反而比較重一點 鹹味比較重一點 豆干的味道比較沒有那麼重 可是他們獨家叫蒜頭 蒜頭乾麵 它在上面就有很多那個細的蒜末 它不是蒜泥喔 那種蒜末 我來吃吃看 很夠味 你本來看 你會覺得說 嗯... 醬色不明顯 你會覺得說 鹹味或是味道不夠重 可是沒有 它味道很重喔 而且它的那個豆皂色到 有點香菇的香 它麵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如果來玉井 推薦我蠻推薦的 而且蠻好吃的 然後我們還有點一個叫做 牛肉麵 它的麵條好像都是用一樣的 它牛肉麵 它這樣一碗90塊 它給肉量 我覺得蠻多的喔 而且它牛肉是這種 半斤半肉這一塊 吃吃看牛肉 有燉爛 然後 它的湯頭 有一點那種中藥香 蠻濃郁的 配麵吃吃看 牛肉麵 牛肉麵真的要配這種寬麵 好吃 好吃 真的好吃 牛肉湯也很推薦 牛肉麵也很推薦 它的湯是溫順那種 它不是像 有些紅燒 它那個辣度很明顯 它是溫溫順順的那種 牛肉的精香 然後一點點中藥味 這間真的 非常好吃耶 吃完阿芬麵館你有什麼要分享的嗎 它的牛肉麵我真的超愛耶 為什麼 那個兩種不同的口感阿 那個牛肉 你會發現它裡面有牛腱 然後還有半斤半肉 沒有錯 半斤半肉還蠻好吃的耶 對啊 那個入口即化 咬下去那個筋就化開 它的牛腱偏扎實加鬆軟 對 就是你咬到的地方有些會有嚼勁 然後有些地方又是油脂的地方會化開 對啊 它牛肉麵我本人是很推薦 因為90塊一碗阿 如果以市區的這個價格 吃到差不多4到5塊肉對不對 還有小碎肉 對還有小碎肉 我是覺得真的蠻經濟划算的啦 而且這樣吃起來那個飽足感是蠻夠的 因為麵量也蠻多的 可是如果對在地人來講 應該就比較貴一點點 對因為這裡是預警嘛 所以它可能物價沒有那麼高 所以在地人可能覺得它有一點偏小貴 因為它的蒜頭麵也是好吃 但是一碗小碗就要45塊喔 蒜頭麵跟那個天府比 你又覺得什麼差異嗎 它的蒜頭不一樣 那味道真的差很多 天府是什麼 天府是蒜泥 這裡咧 這裡是蒜頭末 所以它是用有一點像刀工去切的 所以在切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會有蒜汁會流出來 那些蒜汁就是在麵裡面最夠味的地方 它基本上是麵吃起來會有明顯的蒜頭味在麵的表面 不會像天府那個就是聞一個香而已 對就是一個蒜頭香而已 但是它這個是有蒜頭香 上來的時候很明顯 然後它那個蒜頭的味道很重 所以你在吃的時候 你會一直有蒜味 而且它就是那種寬版的寬麵 所以它那個表面啊 所接觸的那個蒜泥的位置夠多 所以吃起來那個味道是很蠻重的 像我喜歡吃細麵 但是這個寬版麵我還能接受 是齁 它至少還是有吸附一些鹹味在上面 對 而且牛肉麵啊 它那個吸上來 剛好那個湯一起帶上來 它湯又是一個蠻甘甜的味道 微辣 微辣 一點點 感覺的到辣 但是不會 就典型的紅燒 就典型的紅燒 我是覺得它的牛肉麵 如果你到玉井這個地方 不管是旅遊 或是洽工幹嘛 牛肉麵真的蠻值得一吃的 那我們吃那一盤滷味 所以你有算多少錢嗎 呃我們總價265嘛 然後麵加一加是135 所以那盤滷味要130耶 130不會太貴嗎 我也覺得有一點偏貴 你剛剛在夾的時候 你是問豆干多少 豆干一塊五 一個五塊 可是我覺得那應該是 乳蛋一顆50吧 喔有可能喔 欸你夾了兩顆乳蛋 金雞嘛 然後還有什麼 兩顆乳蛋 兩塊豆干 兩塊海帶 然後一個百葉豆腐 一個百葉豆腐 一個米血 大概就這樣子吧 對 我在猜應該最貴應該是百葉豆腐 因為它的百葉豆腐 是一整條 對它是一整條 然後厚度也蠻夠的 因為一般百葉豆腐 大概都只會三分之一或二分之 對 可能貴在那一條 有可能 但是 如果你喜歡 配著配著吃的話 它的滷味 你剛才不是說 海帶 其他都很有味道啊 對 唯一就一個沒味道而已啊 就海帶 沒有錯啊就海帶啊 海帶啊海帶 好啦 不要搞笑了 如果你喜歡吃滷味的這一間呢 味道不差 但是 價格可能偏高 所以你來的時候 你就謹慎小心 不然的話 你就會夾這個問說 老闆這個多少 老闆這個多少 你就把它確定好 可是這樣也是可以啦 喜歡吃麵的 這一間真的很推薦喔 好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分享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我知道 我們在一起 我們下部影片 吧 我們在下部影片